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林书豪 篮球竹梦 华人荣光 掌声送给林书豪 2010年 林书豪与金州勇士队签约 成为自1953年后 首位进入NBA的美籍华裔球员 CBA后的林书豪表示 在中国球迷们面前打球是一份巨大的荣耀 他将继续书写更多的历史 我是非常非常感谢中国新闻师班给我这个奖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对我妈妈很好 她为我参加 然后我也是会一直去打好每一场 然后希望我在CBA 就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就是用权力去打 然后让你们都很骄傲 谢谢谢谢 她自己也能够打出她自己的天分 然后也帮助队友能够展现他们的潜力 同时也代表带领首刚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 我自己对她的期望是在场下的 我觉得今天在场看到这么多的获奖的人 对社会上面所做出的贡献 我觉得苏豪真的是很荣幸能够跟你们一起领奖 那也希望她能够在将来看到 以你们为典范 然后为社会能够尽她最大的能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